大家好,我是二姐,欢迎收看粉丝视频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不用方便蒸包子的方法 这样做出来的包子薄皮大馅,柔软劲道 大家看一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我们先来准备一下馅料 开水锅中加入食盐,少量食用油 下入洗净的菠菜 将菠菜焯一下水去除草酸 30秒之后将菠菜捞出 冲凉备用 接下来将菠菜的水给它挤掉 放在案板上 将菠菜切一下 这个地方不要切得太碎 放入盆中 加入适量熟油 适量小末香油 将菠菜先搅拌均匀 油能隔绝菜与盐 在后面的腌制过程中不容易出水 碗中打入5个鸡蛋 快速搅散 炒锅加入食用油 倒入蛋液 快速滑炒 将鸡蛋炒成这种颗粒 备用 取一根洗净的胡萝卜 擦成比较短的丝 平底锅加入食用油 倒入胡萝卜 将胡萝卜炒一下 炒过的胡萝卜 吃起来更有营养 胡萝卜炒软备用 提前泡发的木耳 将木耳切一下 将木耳切成这种大片 口感更好 放入馅料中 提前泡发的粉丝切一下 放入馅料中 胡萝卜也加进来 鸡蛋也加进来 加入一把虾皮 馅料我们现在不拌 用的时候再搅拌 接下来和一下面 面盆中加入500克普通面粉 加入一小勺食盐 增加面粉筋性 加入300毫升 60-70度的温水 边倒边搅拌 搅成面絮之后 下手揉成面团 揉成光滑的软面团 像这样 盖上保鲜膜 饧面10分钟 10分钟之后 将饧好的面团中间戳个洞 边念边转 稍微整理之后 将面团搓成长条 分成大小均匀的面剂 撒适量的干粉防止粘连 我们开始包包子 将馅料腌一下 加入食盐 花椒粉 适量蚝油 将馅料充分的搅拌均匀 切好的面团给它按扁 直接擀成包子皮 尽量擀的薄一些 这样包子皮就擀好了 边缘薄中间厚 放入我们做好的馅料 直接包成包子 这样一个包子就包好了 做好的包子 焖水放入蒸锅 盖好盖子上去之后 大火蒸10分钟 10分钟之后 包子已经熟了 哇 好香啊 口水都流出来了 将包子依次给它夹出 放入筐中 这样做出来的包子 外皮是特别的筋道 特别柔软 放凉也不会硬 我们掰开看一下 掰开之后 薄皮大馅 满满的馅料 这样做出来的包子 薄皮大馅 外皮吃起来是柔软 筋道 满满的馅料 营养丰富 鲜香味美 真的是特别的好吃 强烈推荐大家试一下 本期视频就到这 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击关注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